这里是2006年的新疆夜城 它地处新疆最西南与西藏和印拔边境界的地方 从地理上看 它远离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 所以这里的生活环境像我们七八十年代一样 小街巷里被岁月丰盛的夯土墙 有一种时间久远的落寞与沉寂 这里没有像样的工业 为数不多的商场和众多的小摊贩 是整个城市维系民生的商贸体系 所有人都在为温饱相互依存 城里人大都是衣衫男女灰头土脸的 很难看到轻松的表情 不知道游泳的人群到底在忙碌些什么 新疆是最不缺瓜果的地方 当看到这些都已经腐烂的哈密瓜 还有人买卖的时候 大概就知道他们的消费现状 这家店看上去有点历史 直观感觉得到 它曾经非常精美的造型和装饰细节 有点像电影《阿拉丁省顿》里的古老街景 充满异域情调和新疆人的浪漫情怀 可惜目前它已经从豪店变成了地摊 经营着浪饼和烤肉 好像已经没有人走进店里 做下来优雅的享受美食了 夜神最多的就是浪饼烤肉和拉面店 这些基本上是全新疆人最爱的主食 每个店都竭尽全力把品质做得一时不够 谨慎维系着周边固定的客户 所以我们一旦离开新疆 哪怕是新疆人烤的郎或做的拉条子 总感觉没有在新疆的那种味道 新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摊文化 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减少了成本和开销 主机弹都卖成了一个品类 利润低得让竞争者却步 小哥见我在拍摄它 立刻露出笑容 或许是友好 或许是他希望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吧 叮叮当当的铁匠铺 应该是每个新疆人都熟悉的画面 从复杂精美的铜骨 到细小的铁钉 还有各种用具农具 无一不是千锤百炼的生活艺术品 其记忆普遍是家族传承 代代精益求精 这也是新疆人对生活的精神品味 在夜城的孩子们是最无忧无虑的 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奔跑穿梭的街头巷尾 或聚在一起玩属于童年的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边走边唱歌 天真浪漫自由自在 如今已过去了近二十年 真希望他们还能看见这张照片 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所有飞青走售 他们没有生产力和高级思维 都可以轻松地生存 而我们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 文化积累了几千年 还有现代科技的协助 整天忙碌 还有人甚至食不果腹 前面我说过 我最喜欢新疆 我喜欢新疆人那种 看得见的淳朴与善良 以及新疆人 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里 都热爱生活 能够善舞的浪漫 我跟小弟走进这家乐器店 看着这些只有新疆人才懂的乐器 年轻的老板明知道我们不买 还是寄信给我们弹唱了两曲 他并不是专业的歌手 但毫不逊色 明显新疆人对音乐的理解 比我们汉族人要深刻得多 就像大家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 是来自一个新疆普通的音乐人 凯瑟·埃利 我们从他的歌声中听到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的深情 一半是汉族人作词 或者他用耀口来说 这些山泽人的歌手 这些山泽人的歌手 就像在山泽人的歌手 这些山泽人的歌手 就像我和沙拉人的歌手 一国会比较 二国会调整 二国会调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